9月9日,我就是演员最新一击火焰开播,导师阵容除了张自宜之外,石灯和吴秀波这两位绝对实力派烂肉也强势加盟,加上鼎级导演陈凯歌作证点评,节目刚刚开始,就迎来观众热烈的欢呼声,这个秋千又有好节目看了,而这一期里最大的亮点,就是让所有人都惊讶。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小鱼一样,对她的印象应该是帅气,阳光,有活力,就像下面这张图片对吧?小鱼还在津津有味,看着参赛演员介绍的时候,只是看到了字幕里说接下来上台表演的是杜纯,但我一直没看见她呀,这画面里的人又是谁呀? 开始认为是要和杜纯同台表演的另一位,往后都是一脸猛,逼得带着问号看完了表演,杜纯呢?哪个是?直到进入道导师点评,的时候才确定下来,那就是杜纯啊? 天哪,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啊?这变化也问大了点啊,一下子接收不了啊,吓得小鱼赶紧看了一下她的微博,原来所有网友跟小鱼一样猛逼,杜纯自己都开始指认自己了。 话说杜纯现在的样子虽然很惊讶,怎么感觉陌生中还带了一股眼熟的劲儿呢? 确定不是照着白夜真凶,脸周旋的网龙正打扮的?原来杜纯为了更好的符合和表现出新剧角色的状态,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就疯狂健身,第一个月就瘦掉了十二斤。 走到哪里面到哪,表演都承认欲爱好了,这部新剧叫《无主之城》,由杜纯先主演的冒险,选一句,罗然杜纯是与好友名语代试是,一起侄查自己妻子意外死亡的真相,两人踏上一辆开往C城的火车,谁知途中火车意外脱轨,百欲幸存乘客误入空无一人的废墟之城,与外界彻底失联,城内危机四伏, 物资溃拔,幸存者接连不断的死亡或失踪,一场真实残酷的生存竞赛后,便悄然开始,杜纯在剧中扮演的人物思维敏锐,身手敏捷,性格更毅,现在的形象完全符合角色要求,为了把人物演好这次也真的是拼了命了,话说海报还没登出来,可能就要先活一把了,还真是蛮期待赶快上映了呢? 这么长时间没怎么路过面变化突然这么大,其实如果不是插刀门事件的影响,杜纯现在应该也不至于这么低调了,网上声讨的声音太多,作为演员就只能通过好作品《兰丽瓦狂澜》了,也有网友表示还是喜欢她以前的模样,可能是承载了自己的青春吧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